所以我不敢说对每一个人的胃好 但是有一点感保证 不是不是有很多客人说 辣椒好了有辣椒筋 我说你让正规的吃法部门来查 查到一底辣椒筋 脚一刷 Hello大家好我是蝉猫 今天就是出来找面条的一天 然后我今天呢是在乡城区的轴上厂之间 然后我今天要去吃这家安老二面馆 是粉丝给我疯狂安利的 说他们家的面条呢 巨辣然后巨好吃 我今天要过来尝试一下 还知道非常的不好找 就是最淡的一个 要搞素的 是很辣是吧 一般吃不了嘛 看我玩好吃的 玩好吃的 还是有 一般都不怕吃的 就切了这个孩子 好 多少钱 看不清楚这里 就一点点这个 这个就是比较清淡的 这个是辣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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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家的面条 特别说就是非常这个辣 我要的这个就是健康的 豆腐给的很多 而且呢还是炸豆腐 香软蓬松 没有豆腥味 现在在香阳能吃到有炸豆腐的面馆 很多了 这个就是少辣椒板 你这碗刚好 对 所以说每次你的口要沟通一下 习惯吃辣椒也可以做 不习惯吃辣椒也可以微辣 再不吃辣椒可以普辣 可是你们自己 自己熬辣椒 一熬一下午 你们是说好香啊 这个味道 对 辣椒是纯天然的辣椒 这个辣椒是炖的 炖的就是油烧开了 这个碗片一倒 我们这不是 我们的工具特别细 就一点一点的 放了之后慢慢慢慢的 就像那家炖汤的 这就是熬一次 然后要用多久 这个辣椒 一般的话用半个月差不多 熬多少几粮 量大概就200斤吧 就用半个月 对 这个是哦 这个人比辣辣的 挺好的 有点新泥 这个鸡蛋都吃下去 所以就要点他们家的那个辣的档子 辣的就吃不进去 不完 刚才说并不是像他们那一点一点的什么东西 全是纯中药的 这种臭鼻子那些 对它是厚香 比较厚道的 不能用一些对人体有害的化工原料 一定要用纯中药的 纯天然的东西 对 还有一个你看 这是花椒 不像他们说花椒精 香叶 还有这些是当归 这是补气血的 这些都是纯中药的 在这吃饭 我不知道对不对胃口 但是我改口 全部是纯绿色的 这个豆腐 这个豆腐豆腐 对 它没有别的 就是这个菜的菜 我们家多的菜 然后是什么情况下 这个 老师们的孩子们 吃酒了 就吃那么多了 明天还吃到家的话 您走您 那个小伙子 咱们今天吃不饭 您就饭了 你们自己每天也吃个面 我们先吃两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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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外面至少要七张桌子 但是反正我扔大个碗 没地方做 现在这个都马洛修了 那个就是交锦果 那不是平址 对 对 没想课也辣 刚才没课就能停车 然后就花粉 哦 这个就没有表达 是吧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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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